大家好!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意大利天空體育報報道 如果馬泰斯·迪列治離隊 祖雲達斯有意引進勝入門後衛派斯露金配比 荷蘭後衛馬泰斯·迪列治與祖雲達斯的合同在2024年到期 上方之前的續約談判已破裂 馬泰斯·迪列治在今下離開祖雲達斯的可能性逐漸增大 車路士正在尋找一名新中堅 並已將馬泰斯·迪列治視為隱瞞目標之一 如果馬泰斯·迪列治離隊 祖雲達斯不想措手不及 他們已開始尋找替代者 意大利天空體育透露 祖雲達斯看上了巴黎聖入門的中堅派斯·路金配比 派斯·路金配比是法國的角角 出自聖入門清分 上賽季在法甲出場30次 在歐冠聯出場7次 但聖入門今下很可能引進其他強緩 派斯·路金配比在對內的地位或將下降 這將有助於祖雲達斯簽下他 多謝偷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